中国正式向全球公开宣布 900亿东黄河水直接灌进沙漠 不料新疆这条河突然变活了 现场画面曝光国人彻底沸腾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河流是生命之源 如果没有河流 时间万物无以为生 但是 身为我国最常内陆河的塔里木河 居然经历了三十年的断流期 它是银河断流 又是如何重生的呢 今天博主就带大家一起走进 塔里木河的斑斓世界 塔里木河位于我国新疆 是一条坚具历史寓意与自然之美的河流 据青史稿记载 塔里木河名字的由来始于清朝初期 塔里木河因其峰回路转的流 既被赋予无江之马的称号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常的内陆河 在世界排名中也位居前列 它的发源地石天山山脉和 卡拉昆仑山等地 流域面积约为102万平方千米 在奔腾不息的征途中 揽约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尘古迹 塔里木河最后在台特马湖中 完成它身为生命长河的使命 在蓝天 沙土 绿树的映照下 把塔里木河一方的景象 红托得格外柔美 让人联想到了远古楼兰古迹 然而这一切祥和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凋零 人类的过度索取 使得塔里木河周围的生态受到破坏 河流水量出现减少的趋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人们对塔里木河的异常病没有放在心上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 直到塔里木河露出干巴巴的河床 要知道 塔里木河肩负着补育一方新疆人的重担 如果塔里木河断流 不仅老百姓的生活农业会受影响 还会波及到工业生产以及经济命漫 随着塔里木河上游各支流水源日益溃贱 人们才真正感到摊上大事了 险情纷纷踏来 喀什格尔河于1950年后几乎断流 叶尔羌河和阿克苏河也在1960年后下泄水量锐减 尽管人们在上游修建了不少的水力工程调节水量 但受制于当地风沙阻击以及高山冰雪溶水减少等原因 下游和断生态了无生机 一开始 塔里木河蓬勃的生命力吸引了多拼人口千禧道和流附近生活 依靠塔里木河带来的水源 种植弄作物以此为生 就这样 仅仅是塔里木河上游的人口 就从1950年的156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902万人 而人一多 所需要的资源也就越多 于是塔里木河周围农业的灌溉面积由34.8万公顷增加到了132万公顷 原本富足的塔里木河水量的承载力突然变得难以维持着将近200亿立方米的用水量 从上世纪70年代起 塔里木河断流近30年 相较于往日的风光 这条古人多为赞颂的绿色走廊光环急剧消失 塔里木河的枯萎与迷失 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河库木塔格沙漠这两片原本遥遥相望的沙漠激进河落 人们认为大溪海子水库的建立 将继续过多的上游水量 导致下游河床干涸 是塔里木河断流的首要因素 并且人们还发现 大溪海子水库的设计本身就不合理 使其无法有效地为农业灌溉发挥补给作用 还占用了属于下游的水资源 没有了水源的塔里木河下游 生态开始恶化 没有河流的涵养 水土流失严重 草木难以维系生命 到处都是漫天尘土 据说 数据统计 由于塔里木河的下游的断流 这是2160万亩草场退化 抵御风沙的胡杨林也遭殃了 面对塔里木河的干涸状况 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了紧急输水的措施 然而由于塔里木沿途都是沙漠地带 水源很容易被土壤吸收 使得输送水资源的效果并不理想 在此情况下 当地相关部门只能不断尝试 进行了多达20次的生态输水尝试 经过多次探索和调整 终于成功为塔里木河的下游地区 注入了超过200亿根黄河水流量 为当地生态环境的恢复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到了2017年累计输送生态水已经达到了12.14亿立方米 第20次生态输水顺利结束之后 彻底激活了塔里木河的生命力 经过20年连续20次生态输水 已有77多亿立方米的河流流量注入下游 为塔里木河带来生机 塔里木河就这样复活了 唤醒了2285平方公里面积生态的蓬勃生命力 下游生态系统开始变好 飞鸟 草木 落霞 湖面形成一幅绝美的边陲风景化 就连台客马湖都已经形成5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和湿地 这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好奇 就算把水运输到了塔里木河 但未来水资源的需求量依然巨大 迟早有一天塔里木河又将再次枯竭 其实专家们早已考虑到了这一点 在为塔里木河输水的同时 他们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轻对河流水资源的依赖 他们为当地农田引入滴灌和喷灌技术 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同时 胡杨林作为沙漠中的绿色屏障 不仅能够防风固沙 还能改善土壤结构 保持水土 是恢复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加大力度实施退更环林环草工程 通过恢复天然植被 尤其是胡杨林 来方只进一步的土地荒漠化 土壤的保水能力和肥力 经过20年的治理 塔里木河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 据统计 下游和道一公里外的地下水位已经上升至4米以内 新增植被面积达到了362平方公里 沙地面积减少了854平方公里 更为重要的是 动植物的种类也由原先的17种增加至46种 生态多样性得到了明显提升 这条南疆的母亲河终于焕发出往日的生机 沿岸的居民们不仅充分利用着和水资源进行漁业和农业生产 更将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传统作为亮点 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 他们将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 湿地 吕洲等自然景观作为旅游资源 开发出各种旅游线路和项目 昔日因水资源枯竭而凋敝的胡杨林肆意生长 河岸边的湿地和绿洲也逐渐复苏 各种珍稀植物和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 构成了新疆独特的自然风光 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赏 也为地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塔里木河唤醒了2285平方公里面积生态的蓬勃生命力 下游生态系统开始变好 飞鸟 草木 落霞 湖面形成一副绝美的边陲风景化 就连台客马湖都已经形成5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和湿地 对于塔里木河的复活与巨变 霍林员艾伯亚声说每次寻林 总能深刻地感受到塔里木河政变得越来越好 当地办公室主任肖玉雷也详细介绍到出了 只离塔里木河下游水流流失的心得 就是通过设立78个生态闸 以饮水漫贯的方式 排升地下水位 保障周边率值得补给 塔里木河从30年的断流使中国减而出 如今迎来了不一样的机遇 使得这片相见与祖国边陲的绿洲具有更多的可能 当地人在政府的扶持下 结合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的致富路 作为沙漠旅舟之一的罗布人村寨 已经开发成为了4A级景区 每天接待游客上千人次 据了解 新疆的阿克苏地区已经在乡村旅游的探索中摸出经验 通过采摘特色果实 游览胡杨林 制作当地特色美食大囊等方式 吸引游客的驻足 经过20年的治理 人们对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管控更为重视 要求也更为严苛 对于塔里木河集中实行红线管水制度 统一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利用 严格打压任何不利于塔里木河发展的违法犯罪行为 并且加强对节约用水 珍惜水资源的宣传工作 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保护塔里木河的行动中来 经过种种努力 塔里木河流域年平均用水量 已经控制在152.71立方米上下 渐兴可持续发展理念 塔里木河从30年的断流史终破茧而出 如今迎来了不一样的机遇 使得这片相见与祖国边陲的绿洲具有更多的可能 当地人在政府的扶持下 结合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的支付路 自古以来 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依存 共生共荣的关系 塔里木河的教训也是给我们所有人都提了一个行 只有真正重视水资源和生态环境 才能够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才能够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贵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 塔里木河的复活来之不易 有人认为这是之前过渡索取的代价 也有人认为这是大自然的黄牌警告 但无论如何 面对重现生机的塔里木河 人们更要吸取前世教训 好好珍惜大自然的馈赠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